他是來自台東的原住民朋友 而且他還是伴手禮店的銷售經理 還是一位駐唱歌手 掌聲的歡迎 斯奈潘蘭馨有請 大家好 我是來自台東 杯男主大八六九部落的 斯奈潘蘭馨 來自台東 對 而且有駐唱經驗對不對 對 駐唱幾年 12年 12年 你該不會認識雅婷奧吧 跟雅婷是好朋友 好朋友 OK 我們也是在駐唱的時候認識的 對 那你現在還在伴手禮店工作 對 現在還在伴手禮 就是之前是在駐唱 那因為遇到疫情的時候 就是駐唱的工作比較少 後來就去伴手禮打工 對 那今天也有帶了我們台東 就是我們店裡的比較著名的伴手禮 要請大家一起吃 好啦 請上台 介紹一下台東的名產 這個就是我們台東現在很有名的那個木憋果 木憋果是來自天堂的水果 很大顆對不對 對 沒有 這麼小顆 是小的 對 然後因為它的茄紅樹跟胡蘿蔔樹很有名 就是也很有價值 木憋果做的蛋捲 對 營養價值很高 它吃起來會有百香果的味道 因為木憋果本身是沒有味道的 然後我們就加了百香果 然後我們要吃的是它的營養價值 它的營養素 那接下來這個是 那台東很有名在泰瑪裡就是紅禮 什麼書你在講是 禮嘎書 禮嘎書 對 禮嘎書是什麼 禮嘎書就是牛嘎糖的嘎 紅禮的禮 這用紅禮的 紅禮下去做的 對 禮麥 對 禮麥 然後它中間會很像那個牛嘎糖 那外面是像方塊酥 所以加起來就禮嘎書 對 那這個兩樣就是在我們台東比較 大家現在比較紅 所以我們進去你們辦桌的店 尤其是生肌飲食啦 或者是那種所謂自然派 健康派 對那個禮麥呢 都給予非常高的評價 對 所以我們吃這個甜點也可以吃到營養 對不對 更健康 謝謝你 謝謝 謝謝 好 其實斯奈是悲男族對不對 對 Bidu Yuma Yan Bidu Yuma Yan 對 OK 那聽說他來這邊有一個心願 是讓他的族人都可以看到他上電視 對啊 因為我們小時候都會看那個比賽的 歌唱比賽 那時間到了 我們大家都會在某一個族人的家裡外面 然後等著什麼時候播出 然後就很想要再有這種感覺 因為現在大家都看手機嘛 可能就是禮拜天的時候 晚上大家也會聚集在一起 一起看紅人棒 所以他如果來節目播出那天 就是部落大集合了 對 對不對 對 聽說阿丁阿姨鼓勵你來 對不對 對啊 他給我很多意見 然後我也問了他很多就是來比賽的 一些會遇到的狀況 是 所以他在當下就給我很多意見 所以我覺得就是可以來參加 是 你要唱什麼歌 我今天要唱的歌是 《我們情無人可比》 有特別的故事嗎 媽媽 因為從小看媽媽在打零工 那爸爸也在就是清潔隊上班 然後看著他們很辛苦的就是養育我們長大 那一直到了我當媽媽以後 才覺得 原來爸爸媽媽這麼辛苦 那今天來的第一次就想說唱這首歌 送給爸爸媽媽 也感謝他們的養育之恩 嗯 那要不要跟部落的人再打個招呼 大家好 來一彎 來一彎嗎 就是來一彎就是部落的你好的意思 來一彎 來一彎 OK 好 今天一定要在電視機前幫這個Snight 加油好不好 好 好 我無顕在我身邊 酒飽 飽酒餞過日子 真是 茫茫青春海水 有時像台中我會去出現 看著爸爸為我打招呼情 不把將心口掛掉的水泥 爸爸有一點愛你 但我好想在牛奶 爸爸有一點愛你 但是我愛你 我愛你 但是我愛你 是我們心難 跟他說出嘴 爸爸用 我們的友好你 真正我們真沒人看你 好 那個藍芯我覺得你的外型看起來小麥色 然後感覺就是運動很強的一個人 但是你的音色讓我感覺好精緻 聲音一進到耳朵裡面那個甜蜜的感覺 就是每一個咬字啊 然後語氣啊 你都處理得非常精細 我本來想說你可能是這一掛這個套路的 可是沒想到副歌一進來的時候 哇 你還能給那個力道出來 我是很少聽台語歌可以這麼有groove的在聽 你在推節奏的時候可以感覺到你的語氣 跟你的那個異陽頓錯那個groove你推得很好 所以你的表演我非常享受 謝謝老師 好 我先講藍芯 聽你唱歌真的會很有一種就是很放心 我甚至你在聽你唱副歌的時候 我都覺得在這個台上尤其是第一次來的 能享受緊張都不會出問題 因為緊張出的一些拍子上或是音準上的問題 都是真情流露的都不會沒有感覺 所以就是地質很重要 就是你多年來的努力累積就是在這個時候可以用上的 今天這個表現很完整